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参与APPA7开源就是邮件列表的这种逆步协作机制 我们鼓励一起来达成共识的这种决策的机制 我们知道一起达成的共识 可以保持上目前进的动力以及新的生产力 但是有时候不能经历完全共识的时候 那就需要进行投票或者其他协调 来帮助删除具有约束力的这种决定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Community over the code 社区高于代码 这种格言是APPA7社区中经常得到加强的 因为健康的社区比好的代码更重要 强大健康的社区总是可以注定代码的问题 最后我们也学到了灵活的重要性 它也是APPA7可持续开源成功 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开源的成果 都是在APPA7之道的指导下进行的 并且积累了十年的开源文化的基因 通过开放协作和开源线上 持续进行着通讯的开源之道 我们知道开源是全球的分布式的协作 我们除了加入APPA7基因会 也是其他十个国际基因会的这种会员 对外开源超过了130多个开源项目 获得了超过35万的大数 贡献者的元素也超过了2000人 目前项目覆盖了云人生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移动开发 web开发 等多个技术领域 我们的开发者参与APPA7基因会的 很多开源项目 并且获得了权威的认可 它主导了APPA7 HODL 2.84 2.85的版本的发布 主导了APPA7 Ozone 1.0的发布 并且成为APPA7基因会的顶级项目 主导了APPA7 SPARK 2.32的版本的发布 2019年我们捐赠了Q&Q 开源项目到APPA7基因会 并且今年完成更名为APPA7应龙项目 目前正在APPA7基因会幅化 等一下我要邀请了 通讯的学照名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APPA7应龙的开源心路历程 我们参与了很多开源基金会 那基金会提供了一个 知识产权管理的框架 还有像代码、仓库、问题跟踪 技术指导、项目治理 财务和公关管理等等的服务 我们的开发者在里面一起协作 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APPA7之道 它是1999年成立的 APPA7位是社区主导的开发过程中 APPA7的成员获得的经验的总体的体会 那APPA7项目以及它的社区都是独特的 并且多样性的 它把基金会专注于项目的生命周期 特定阶段所需要的活动 包括培育社区、开发优秀的代码和建立意识 Linux经会是2000年成立 在Linux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开源生态 而CNCF就是Linux经会孵化出来的 营严生领域开源基因会 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营严生开源组织 致力于育育和维护一个厂商中益的开源生态 并且推广营严生技术 而且通过最前沿的模式 民主化让创新为大众所用 这些都是我们从众多的经会中 随时到的开源组织治理模式 目前Linux经会管理着超过2.27亿 长代码 那有206个项目管理委员会 通过精英制的这种领导 领导了350多个Linux经会项目 以及计划 里面有近8100个提交 那从笔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 这大企业的关键的任务应用程序的这种移动设备 几乎所有的最终用户 计创设备都使用了APA旗软件 APA旗经会的影响真的是无处不在 还有像APA旗的License 2.0 也是逃命第一的这种开源许可证 腾讯使用了很多APA旗经会的开源项目 广泛应用在各个的业务系统当中 比如说微信、QQ、腾讯云等等的业务 APA旗的开源项目无处不在 包括了大数据的生态系统 那布盖了大数据传输、存储、计算、分析等等 也涉及到微服务治理技术的领域 那比如说API网关和观测这种领域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讲一下 腾讯在大数据、API网关和观测 三个领域的APA旗项目的应用 第一个APA旗未实践的开源项目是大数据 腾讯大数据每天接入的消息量超过55万亿 每天实施计算量都超过65万亿 平台整体的算力超过了500万核 每天分析的任务达到了1500万 腾讯大数据平台的能力不断的被刷新 腾讯已经成为国内算力最强的零厂商 同时也是这种每天实施计算量最大的公司 腾讯主导了Hotube的多个版本的发布 涉及到20多个大大小小的特性和优化 除了Hotube 腾讯也有很多的项目的核心的贡献者 包括Spark、Link、Hspace和等等的开源项目 腾讯云的大数据团队主导了新一代的分布式文件 对象存储系统OnZone去年主月份发布1.0等等 并且10月份下旬的时候宣布了 阿卡奇基金会毕业 正式成为阿卡奇顶级开源项目 它解决了Hotube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和扩展性的各种上限 满足了轻易级的各种小文件的存储需求 阿卡奇应能是腾讯第一个捐赠到 阿卡奇基金会的开源项目 最后我们邀请了Luke来给我们详细来分享 阿卡奇去年也有多了一个顶级的 延伸相关的开源项目 那就是API 6 它是一个API网关 它从2019年之后真正进入阿卡奇基金会 短短的一年内完成毕业 体现出了项目的非常活跃和健康 并且在快速的迭代发展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随着服务的数量 以及复杂度上面不断的增长 更多的企业采用了微服的方式 这个时候通过API网关来完成 同一的流量的管理和调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API网关通过劫持入口的流量 完成了用户的安全审计和控制 并且通过制定一个插件的方式来满足企业 自身的特定的需求 对比COME API 6 有很多的优势 那API 6 有高性能友好的开发者体验 以及丰富的插件的能力 是腾讯部分的业务选择它的原因 腾讯在API 6的基础上 对内共享了基于公司自研的 零系统组件配套之时 解决了略微的痛点 提供了高效的API网关服务 对外共性APA及API 6 开源社区来扩大影响力 也引领开源社区的发展 第三个腾讯 以API 7的案例是可观测的领域 也是随着微服务架构的流行 全链路的性能的监测 成为服务治理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那为微服务余缘生架构 和基于勇气的这种架构而设计的 可观测工具成为首选 API Skywalking是无数个人的项目 项目目前非常的活跃 项目往上的Landscape LonMap组 REPO 目前超过17000个STAR 350个TNT 需要非常多本年的这种时间 来培育和维护 Skywalking是一个用于分布式系统的 应用程序性能精英式工具 专为微服运用性架构 和基于勇气的架构而设计的 它具备多种的监控的手段 语言探针以及设计MAS 和多语言的自动探针 轻量高效 也支持告警和优秀的可视化方案 程序内部可观测平台全面兼用了 Alti Skywalking 以及King和Jaga的扣单三报 为微服务体系的扣单 用Chasing三报损行提供了极大的变异 同时使用计算 存储分离和多层查评的各种机制 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性能输出 当然最近也有一个非常热门的CNCF 项目是谷歌搜索CNCF 合并而成的吗 其实呢这个也很好的体现呢 开源社区的这种共识的机制 大家都想做一个更优秀 影响力更大的开源项目 它其实是由Open Tracing 和Open Census 这两个开源项目合并而成的 它成为这两个项目的 The Next Major Vision 那就是Open Telemetry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和贡献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腾讯落地的这种开源社区 和开源项目 以及开源人才育养的项目 也就是腾讯的开源生态的三个项目 第一个是同源会 那开源交流项目的孵化 面接更多的开源项目 开源的爱好者 开源的领导者 以及开源的基因会 它是汇聚了这些开源项目 开源爱好者 以及开源的领导者的开放的社区 可以帮助开源项目健康的成长 开源的爱好者 也能在里面交流协助 开源的领导者 能发挥领受的价值 让全球的开源生讨 变得更加的繁荣 第二个是开源联合实验室 它是开源项目落地的实战场所 我们可以落地高效的开源实验室 也可以落地企业的开源实验室 来提供实战的贡献代码推套 另外最后一个是代码之下 我们通过西牛鸟开源援财 可以计划来落地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在今年五月份 新鸟院和腾讯云以及二十多家企业联合组织的 在运营生产业大会上发布的运营生开源白笔书 我们正式启动 那预计会在年底正式发布 希望你们的企业的开源项目 以及开源的案例能录入进来 也包括你们个人的名字和企业的名字 也能进入白笔书的名单 以上是腾讯开源生态的建设 大家可以参与进来 到这个平台一项目中来 最后希望咱们可以在Apaq.com中 获得更多开源项目的技能 也可以加入Apaq.com 本地的组织 LC北京以及腾讯云的开源社区 大家可以微信搜索 腾认会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收获更多开源圈子里面的朋友 我们也会 最后我把腾认会的slogan送给大家 相信开源 拥抱开源 接下来我邀请到 天生Apaq.com的 薛赵铭 给我们分享 Apaq.com开源心中意诚 我们有请 大家好 我叫薛赵铭 现在是Apaq.com 应龙项目在腾讯的一个内部负责人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场合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腾讯和Apaq.com之间的一些故事 我这边会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Apaq.com 这样的项目在腾讯的一些心路历程 即我们从江西道社区到现在走过的一些 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一些困难跟挑战 即我们取得了一些相关收获 好 今天的交流呢 我们主要会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会简单介绍一下 Apaq.com 应龙这样的项目在社区中的定位 也就是我们希望应龙能够在市区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当时为什么会走上Apaq.com之路 给大家阐述一下我们的初衷和缘由 也就是为什么会在2019年从开源走到现在 在整个过程中对于自身 也对于社区的一些理解 一些小小的一些期望 第三部分会简单回顾一下 从开源之间我们的应龙项目的一些关键时间点和事件 以及中间我们对开源的一些感悟和理解 最后部分是早晚规判一下应龙在将来的发展方向 及后续我们的一些关键措施及行动 好 开始之前会先讲一下应龙这个名字 其实我们最早开源的是Apaq.com 图片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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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也是在腾讯内部 曾经的将近十年的一个项目 它其实是一个对标像社区双卡布卡 帕萨的一个消息中间间 我们在开源的第一年的都是 其实都是以图片NQ名义在进行运作 但是我们在从社区的交流过程中发现 大家对于这种一站式的大数据解决方案的需求 会更为迫切 这里几个方面考虑吧 第一就是那个消息中间间内的项目 现在实际中也已经比较多了 在各个场合呢 大家其实都已经有比较成熟一些解决方案 或者说在过往的一些业务场景下 大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坚引 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 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或者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在20年底呢 就连在导流图片NQ这个项目之外 将我们的项目进行一次升级 将我们腾讯内部统一的一个大数据 接入解决方案进行开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对原来的图片NQ 进行了一次升级 在升级过程中呢 其实在重新思考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也思考再三 最终定买了应隆这样的名字 看英文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这其实是一个英译的一个翻译出来的一个名字 取名应隆呢 其实有两层考虑 第一 首先我们是一个来自中国的项目 首先在起研之后 必然会考虑一些中国的元素 另一方面呢 应隆呢 在上古深深中 其实是帮助大雨治水的一个关心所在 所以说我们就选用了应隆这样一个名字 主要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然后英文的应隆呢 就是做了一个英译 然后去去拟应对应隆这样的名字 好 现在看一下应隆 接下来看一下应隆 这个项目在社区中的一些定位 和期望解决的一些问题吧 应隆首先定位呢 它就是一个移战士 这个移战士的缘由之前也提到过 因为在阿华吉社区中的科研组件 其实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拼工具整的 例如我们之前聊到 我们图片给我对别的 像帕萨 这类组件的特点呢 就是拼机组成 最后这业务在使用的过程中 还需要去建设相关的一些配套测试 不能简单的开箱机用 另一类呢 其实就是平台型的组件 就是这类组件的一些特点呢 就是你可以开箱机用 它包含了丰富的一些组件和生态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期望的一个定位 就是我们希望用户在构建和使用应隆的时候 不再需要再去空间外围的一些管理平台 监控平台 可以一键使用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这也就是一站式我们的一个定位 就是它会有多段的用户视角 丰富的革进性试图等等的几个一些特点 然后第二呢 其实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同时解决流适和批量 这两个大类的一个大数据接触的一个场景 这里所谓的流适呢 比如像认知流 DB的Pinlog的这种CDC流的那些数据流 批量呢 指的是一些像光线数据库 安P次拉取 比如说安天或者安周 最近社区中像Scovet 也有点类似Scovet这样一个项目 应龙呢 就是希望能够同时覆盖这两个场景的 一些大数据接触的一些诉求 此外呢 还有我们整个应龙一个设计跟电源 同时保持了开放性 安全分布式和插法的一些特性 因为这些特性呢 其实是一个大数据产品下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们也是借助了大据生态中 比较成熟的一些组件来去承担 我们其中一些比较关键的环节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分解 我们就 分布式的解决方案呢 其实就采用了Flink 来去作为一个数据分解的一个成长 因为Flink本身这种有自动伸缩 自动伸缩的能力 同时它有高性能的这种计算能力 会为我们的整个处理 带来很高价值的一个提升 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提供了stand alone的版本 来去应对一些场景下 比如说资能相对有限 对达到数据生态组件不是很熟悉 这样一个应对的场景下 我们其实也有stand alone的版本来去应对 好 以上两点呢 其实是刚才聊了一战时论的高性能分布式 同时我们也保持着我们一个阿富汽应龙 一个开放性跟分布度 系统本身自带了一些基础的一些 原终端组件来去做一些数据的 接入跟数据到中端的一些落地 比如像文件DB 还有些SDK的一些接入 默认的一个版本 其实我们像支持数据落地 DoHell ClickHouse Asbird等等方面 同时我们在架构上也保持开放性 让业务能够自己去定制 一些相关的一些 用原终端的一些接入的一些场景 左下图呢 这个图呢 应该算是比较清晰的表达了应龙的一个定位 就是作为一个数据进入的一个中转 进入业务的一个痛点 好 接下来其实我们来聊一下 应龙开源的一个初衷吧 其实应龙我们最早开源 其实主要是就三个方面吧 第一方面 其实是响应公司的一个开源政策 其实公司呢 其实在2019年呢 其实是积极推荐我们整个腾讯技术 在社区中的一些开源 这个希望能够在社区中 梳理腾讯的一些技术品牌和影响力 这是其一 结合呢 就是说我们其实腾讯公司 这么多年也一直在享受的 社区的一些技术红利 到了这个阶段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腾讯的一些 自身的一些技术 反驳到社区 也算是我们对社区的一个贡献 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一家公司的力量 其实总是有限的 单一群体的智慧呢 其实也会存在一些举行性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个项目 通过社区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来吸纳社区更好 或者说更好的一些理念 或者说技术 来共同提升应龙 这一个项目的一个 整体实力 以上呢 基本上是我们为什么去将这个项目 转型给阿巴奇的三个月很有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同步一下 那个我们阿巴奇英龙项目 在社区中 通行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时间点和事件吧 其实我们是在2019年的9月份 然后将阿巴奇对外宽延 转型到阿巴奇社区 然后在11月份正式进入了 阿巴奇社区进行复华 然后在这半年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一直是 怀着学习的心态跟态度 来跟阿巴奇社区进行沟通交流 并遵循阿巴奇社区的一些方式和标准 来去运营我们这样的应龙项目 所以说在2020年的5月份呢 我们release了基本上是第一个版本 然后到了2000年的7月 我们应该是发布了 第一个重大特性版本 这也是我们团队从陌生 然后走向熟悉 然后走向熟练的一个重大特性的一个版本吧 然后其实在2020年7月之前呢 其实我们都还是以图片NQ的形式来进行运作 然后到了2020年的12月底呢 就是我们吸纳了也社区的一些意见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自身的一些思考 所以决定将那个图片NQ这个项目升级为应龙 所以后续这几个阶段呢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升级相关的线工作 包括代码的合入 激劳的并更 然后在社区发起讨论跟投票 然后最终 最终在2021年4月呢 完成成了一个社区的项目 升级为调整为 升级或者说调整为阿法奇应龙 然后最近呢 也就是7月份呢 我们按照应龙的名义发布了 第一个完整可用的版本 也就是包含了数据 接入到终端这个落地 应该说在最近半年 这个阶段应该是我们进入社区 最精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当然同时也是我们收获成长最大的一个阶段 我们同社区的导师做了紧密的公通 项目的导师也在各个方面 给予我们一些完善的一些指导 最终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升级的工作 好 最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掌握一下未来吧 首先呢这个阿法奇应龙呢 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项目 这个年轻呢 其实是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去看 第一个呢 我们是进入阿法奇 时间其实也相对比较短 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项目 这方面代表我们在社区 按照阿法奇的方式运营 还是经验上还是稍微有点欠缺 这个还需要加强学习跟努力 另一方面年轻呢 其实就是我们团队成员 其实还是相对年轻的 这个年轻的也代表了 我们其实是一群心怀激情 充满热情 抱着持续开放的心态在拥抱社区 当然在拥抱社区持续开发的过程中呢 也希望社区中有更多的小伙伴 能够加入进来 在社区中同我们一起共建应龙这个项目 这样这个来自中国的一个阿法奇项目 能够做得更好更优 也希望在将来阿法奇应龙能够从一个腐化项目 进入阿法奇正式毕业 成为一个正式的阿法奇定基项目 好 以上是我们阿法奇应龙的一些相关信息 好 感谢跟大家的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